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迷离的眼神 透露着场上的泪痕 激起我守护的欲望 不要你再受伤 累虽停在眼中 你抬起头 不让它轻易的流 请不要再逞强 累了有我的肩膀 来给你依靠 后知后觉的爱乐 没有任何理由 我的脑袋只为你转动 眼神别再闪脱 承认你也爱乐 后知后觉的爱乐 没有任何方留心都交给你 还嫌不够 才发生生命中 因为有你才完成 才发生生命中 因为有你才完成 冒雪 今天孙哥 把你女儿带来见你了 冒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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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冒冒 冒冒 你是妈妈不好 对吗 对吗 你知道妈妈找你好久 妈妈终于找到你了 冒冒 真懂 妈妈就演了 连做梦都在笑着这一幕 妈妈甚至都跟老天爷洗了眼 只要能让我再见到你一遍 让我赏获十年 妈妈都愿意 那今天老天终于开眼 小雪 母女重逢应该是温馨感人的 别说这种不吉利的话 看你把孩子都吓着了 那个 姑娘 到这儿你千万别拘束啊 这位是徐先生 您好 你好 那个 大家别站着了 进来吧 请喝茶 汪璇 你有没有发现这孩子 跟你颇有几分神似啊 孩子 你现在还叫柔柔吗 我叫姜美丽 姜美丽 我们之前是不是在哪里见过呀 我总觉得 跟你有一种熟悉的感觉 这么巧啊 你们认识 之前偶遇过两次 对 要我说啊 这就是缘分了 要不然老天不会安排美丽 一次次地出现在王璇面前的 是啊是啊 可是我却没能认出来 可是我却没能认出来 还绕了这么大一圈 你看这还有什么好说的呀 看来认母女团聚啊 还真是天注定的事 孩子 你现在过得还好吗 你养父养母对你怎么样 我过得很幸福 他们都对我很好 好 那就好 那就好 我听你孙叔叔说 小时候的事情 你都不记得了 是 我完全没印象了 那你是什么时候知道 你是被领养的 难道你 养父养母从来都没有跟你说过 是因为我们找上门 他们才告诉你的 王璇 这表示他们呀 真的把柔柔当成 亲生姑娘一样疼爱 你应该感到欣慰才对 是 天豪说得对 至少你是被疼爱的 这样的话 我心里就会好受很多 要不然 这些年我 我光想到这个 我心里就受煎熬 荣荣 妈妈真的很后悔 我当年无论如何 都不该放开你的手 我发过誓 只要你能回到我身边 我一定会向所有的人宣布 我有你这么个女儿 我不会让你再说半点委屈 我们母女俩再也不要分开了 永远不要分开 永远不要分开 我很明白你的心情 但是我很爱我的家人 也很喜欢现在的生活 我只是来看看你 让你知道我过得很好 不用再挂念我了 其他的 我不想有任何的改变 荣荣 你知道 妈妈好不容易才找到你 妈妈真的很希望你能回到我身边 真的 王群 你别着急 我知道你想了二十年了没错 但是这一切对柔柔来说都太突然了 你也应该替柔柔想想 多给她一点时间 去适应这种巨大的转变 不管怎么说 起码现在你应该尊重她的决定 是啊是啊 柔柔还有养父母那一家人呢 不管怎么说 你总不能太自私地 把别人养了二十多年的女儿 说抢走就抢走吧 毕竟 人家也是美丽的大恩人嘛 如果可以 我希望你不要告诉任何人 我是你女儿这件事 我不想让其他人知道 柔柔 对不起 我只想做姜美丽 我不想让我的养父母伤心 让他们以为 所以我想舍弃他们 是 是我太贪心了 能够找到你 已经是老天爷对我的恩赐了 真的不应该 多做别的非分之想 好了 我知道了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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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事 没事 去 都陪妈妈一会儿啊 张敏 你怎么不回我呢 难道是我的内容打得不够客气委婉 昨天徐若琳的事跟内锅煮坏的米一样 是个意外 你不必放心上 你千万别误会 我不是说你条件不好 对啊 清楚明白 这 什么问题呢 熏后不好 熏后 用脸了 慢着慢看 熟到了吗 看了吗 至少回个笑脸啊 张敏 你懂不懂礼貌啊 小时候 你总是跟着妈妈身边 黏着妈妈不放 你还喜欢妈妈唱歌给你听 特别是那首《亲爱的小孩》 你总是要听过好几遍 才敢乖乖去睡觉 对不起 我真的完全没印象了 没关系 我记得就行了 没关系的 这二十年 我没有一天不是在悔恨中度过的 所以 我决定退出歌坛 不再唱歌了 幸亏你平安长大了 要是你有个什么闪失 我想我会自责一辈子的 孙先生说得没错 幸亏没让他知道 他的亲生女儿已经死了 柔柔 美丽 你怨我吗 你怨我吗 我没有 可是从我们见面到现在 你一直跟我那么生疏 不是 我只是一时之间不知道该怎么面对 是 是我太心急了 我没有经过一点母亲的责任 我怎么能希望你接受我 不是这样的 真的是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了 我 虽然 你没有陪伴在我身边 但是你的歌声一直陪伴着我 给我带来了很多幸福和快乐的回忆 好几次我难过的时候 也都是你的歌声安慰了我 你努力地寻找我 但是这些年 我过得一点都不孤单 我有爱我的家人 我很幸福 走上回家都 等一下 对不起 我接个电话 喂 姐 你到底在哪儿啊 妈已经做完手术了 情况怎么样 手术很成功 你赶快回来吧 好 我知道了 对不起 对不起 我出来太久了 我该回去了 好啊 那我送你吧 不用了 容容 我只是想和你多待一会儿 我没有别的想法 你不要连这个都拒绝我 好吗 走吧 不行 那帮我转谁让我太拒绝才让我先去 那天地 Tian 我老是你过来 successful那 metro 了 今天我来走 我其实是没有 Users 节外生枝 恰恰是怕节外生枝 才让王璇送她 不让送她会死心吗 万一再出了纰漏 那才得不偿失 你去告诉那姑娘 王璇再去找她 让她给王璇钉子捧 并且要明确地告诉王璇 她不想再见她 这样往复几次 如果李王璇的性格 她一定会直男而退的 有男朋友了吧 没有 我这个样子有谁会喜欢 谁说的 你看你 长得眉清目秀 笑起来又好看 很迷人的 我相信真正懂的人 一定会喜欢你的 也只有您会这么说吧 听说你在快递公司上班 是 那多辛苦啊 要不要 麻烦你找个其他的工作 不用了 我很喜欢这份工作 而且已经习惯了 不是妈会舍不得你 我觉得这样没什么不好啊 脚踏实地的 靠自己的能力 认真地过日子 真是个好孩子 看来你养父母 把你教育得很好 可是你别忘了 你现在还有我这个妈 可能你现在还不习惯 但是 如果有什么需要 就一定要让我知道 好吗 好 你现在还有我这个妈 我知道了 我会的 容若 容若你怎么了 你没事吧 没事 我没事 小李 你开车小心点啊 到了 到了 麻烦你前面停一下 停停停 你家住在这里啊 这附近 我家前面的巷子太小了 这车不太好过 那我可以陪你走回去啊 绝对不行 我的意思是 您是公众人物 出现在我们那里不太好 而且被大家看到 就会很麻烦的 绝绝 绝绝 一直到现在 你都没有见我一生妈 可以这样见我吗 对不起啊 我又赶不紧回去了 绝绝 我的柔柔已经长大了 可她再也不是我记忆中 那个爱缠着我 喊我妈妈的小女孩了 应该真的已经走了吧 看王璇的样子真想跟她说实话 可是一想到她女儿死得早 我的话又只能突然地回去 说谎这不是谁都能做得了的 尤其是我们一天大谎的 真的是太痛苦了 好 美言 姐 怎么样 妈醒了吗 不知道 还在监护室 是 美丽 一大早去哪儿了 今天你妈做手术你不知道 我去办件重要的事 什么重要的事情 比你妈做手术还重要 你爸 医生 医生 我们陈医生家属 她情况怎么样 束后情况十分稳定 一会儿她就会安排转移到病房 如果没什么意外的话 很快就可以醒过来了 谢谢啊 谢谢医生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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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老天爷 妈总算没事了 是啊是啊 从你妈住院到现在 咱们家 没过过一天安宁的日子 总是提心吊胆的 这下算是好了 希望过去那些倒霉的事情 随着这一刀下去 一切都结束了 要不然 这医药费 住院费 咱哪付得起啊 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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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走 总监 刚才 我 汪老师请人打来电话 让 让我们转告总监医生 转告什么 他说 期限已经到了 但是 总 总监并没有让他听见 听见那个新人的声音 这是不是就代表着 一口气把话说完 汪老师说这应该就代表着 确定由他与徐若林一起喝茶 还舍不得别离 把说慢一点 怕别人不知道你废话量好吗 事事多变花啊 事事多变花啊 打给王老师 说我知道 是 等等 姜美丽来了吗 总监约了姜美丽 我不是让你叫快递来收件吗 对对对 快递到了 可不是姜美丽 为什么 为什么是姜美丽 因为快递公司那边说 姜美丽请了长假 好 好 好 很差 漂亮的小白 清天又美又不 事总藏了美丽的衣服 却长不得 喂 美丽 你还好吗 我很好 对不起 我现在在忙没时间说话 再见 这几天 江美丽又跟我们不断地报告 说王璇一直没断了跟她联系 但她就像我们吩咐她的那样 不断地在拒绝王璇 她说听得出来 王璇很伤心 对了 她还问我们答应给她的那笔尾款 什么时候能到她的账上 她着急用 告诉她 等王璇彻底死了心 我自然会给她 你那两百万 也是一样 谢谢 你那边听杜丽 是你那边听 Costi 你是傅吉他 你是傅吉他 他已经算害了 人家那边的品牌 才是甘荡的人 公园银行 他想听说 我嘴上我的幸福 妞游 EL RAD 一切 一切 二切 柔柔住在这里 可当初孙哥告诉我 帮柔柔找的人家 经济条件不错的 怎么会 对不起 打扰一下 我想请问 是不是有一个叫 姜美丽的女孩 住在这里附近啊 你就是那个歌星 汪璇吧 你找美丽什么事啊 我是受朋友之托 来找她的 请问您是美丽的 我是她房东 原来美丽小时候 您就认识她了 是 他们家跟我租房子 租了二十多年了 美丽这孩子 也是我看着她长大的 美丽这孩子从小是心力善良 人也很孝顺 还记得那一年 她妈妈得了疾病 你说她一个五岁的孩子 半夜里冲出家门 挨家挨户地敲邻居的门 让我们去救她妈妈 那要不是美丽啊 那要不是美丽啊 静珠和她肚子里的孩子 早就没命了 要么我们这些老邻居都说什么 说美丽啊 是老天爷赐给他们老姜家的福星啊 是老天爷赐给他们老姜家的福星啊 那听您这意思 美丽不是她爸妈亲生的 她应该是被江家收养的吧 这 你不用关心 我没有关心的意思 我纯粹就是关心 这你要是早些时候问我 打死我我也不会承认 你美丽她爸妈千叮宁万嘱咐 不能让美丽知道这个事 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在前不久 他们自己把这件事情告诉美丽了 她爸妈对她都很好 特别是她那个妈 比对自己心生的还好 这是我们这些老邻居 可都看在眼里的 美丽这孩子从小就知道赚钱养家 他们老姜家的生活的一半的重担 都是压在美丽街上的 她妈妈得了重病 需要开刀 光她手续费呀 就是一大笔之处 本来我想到美丽谈谈 房子买卖的事 因为我儿子也急等着用钱 前些天就约了赶集网的人 过来看房子 这下我也不好意思开口了 好 我儿子 我儿子 喜欢你 我儿子 我不知道 能不能 能不能 那你还还可以 手哪 肯定能不能 我儿子 要得 就会醒了 金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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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啊 医生说了 你的手术很成功 你很快就能醒的 金叔 你是不是很恨我呀 你想骂我 我知道 我没有用 爸 钱的事情你就不用担心了 我已经再想办法了 你这几天不眠不休地址守着妈 还是先回家休息一下吧 这里有我呢 美丽啊 这个家最辛苦的就是你了 这段时间可把你拖累了 这个家应该是由我撑起来的 我不但没有撑起这个家 还连累了你 拖累了你啊 事情都已经过去了 我们是一家人 互相照顾是应该的吗 你好 Dave 主持人 他让你去买 Job 这个家 多亏有你之称啊 爸爸没有这个福气 不配有你这样的好女儿 爸 你说当初是从街上 把我捡回来的 你知道我爸妈 为什么不要我吗 我当时记着我开这个车 突然路边就钻出你来了 当时可把我给吓坏了 谁家肯定是 把你给遗弃了 美丽 你 你怎么来了 你 你就是那个 大明星舞汪璇 幸会 幸会 是挺漂亮的 等一会儿 有些话 我一定要跟你养父说 你就是美丽的养父吧 真是太谢谢你们了 不客气 不客气 有什么可信 她信我什么 谢谢你 替我照顾了美丽啊 其实这么多年 我一直很后悔 抛下了美丽 你说 你抛下美丽 我知道了 那也就是说 你是美丽的亲生母亲了 是吗 我以为景生都跟你们说了 她没说吗 谁谁是景生 是 爸 妈不是刚快点滴了吗 怎么护士消息还没来啊 他们是不是忘了 你快去看看 不是 你今天主动找上门来了 别怪我说话不客气啊 你歌唱得不错 可是你这个做人有问题啊 你这亲生母亲就把孩子抛弃了 自己嫁到富豪那边吃香的喝辣的 你就不管女儿了 爸 我误会了 我没误会 她自己说她把你抛弃了 要不是碰到我 还有我老婆 美丽能有今天 你能见得着她吗 爸 美丽 你爸爸说得对 你们爸美丽照顾得那么好 如果有机会 我真的很想玩 很想为你们家做点什么 做什么 做什么都晚了 爸 别说了 你快去做这个护士家去 好 我就 我 医生来了 你们是陈静书的 我是他女儿 财务那儿叫我通知你们 还有一些费用没有缴 我们现在有客人在 等等一定会去缴费的 不是小姐 我跟你一起去吧 看有还有什么可交的 我都一起交了 汪小姐 不用麻烦了 这笔费用我们会看的 看着办到 爸 对不起你再来点等我一下 美丽 你不要再跟我客气了 我是真的想为你做点什么 你的心意我很感激 但是这笔钱不是小数目 我们不能收 孩子啊 你养母这么多年来 对你付出了心血 再把你抚养长大 所以光这一点 我就感激不尽 如果真的能为他做点什么 也是了了我一份心愿啊 你懂吗 不要再拒绝我 好吗 这钱我们要了 我们要了 爸 你还能想出什么更好的办法吗 你告诉我 我去去就来 汪小姐 汪小姐 爸 我问你 他怎么会来这儿的 他口口声声 说是你的亲妈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你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还好意思骂人家 还拿拿钱 我怎么骂他了 人家说锅子 那我就说盖子 人家说什么我就顺着他的意 打什么呗 你先说到底怎么回事啊 在妈动手术之前 我碰上了汪璇以前的经纪人 她说汪璇在找女儿 所以你就是汪璇十三多年的女儿啊 我是假冒的 我是假冒的 为了冒她手术费 我只好答应孙先生 假冒她的女儿 所以千万不能穿帮了 你是假冒的呀 你知道有多危险吗 要是你妈醒了 知道这件事情 她会气死的 人家亲女儿要是回来了 她会控你诈骗罪的 她女儿死了 死了 反正 这件事情闹得越大 继续给你看帮 绝对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包括美颜 行了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得想办法 在事情闹得更无法收拾之前 让这场闹剧结束 这不是冒险吗 我小时候就是成长大的 真的 真的是她 这不是汪璇 这不是汪璇吗 天哪 那不是大明星汪璇吗 就是汪璇吗 什么啊 她是姐的偶像 我赶快去跟姐说 爸 姐 你们知道我刚刚在外面 看到谁了吗 是大明星汪璇呢 姐 她不是你当偶像吗 那下午是有课吗 怎么这个时候回来了 就是你回来干什么呀 你不上课 老师请假了 姐 你赶快去找她 爸爸和姐姐一天没吃饭了 赶快先去给爸爸和姐姐 买个盒饭啊 什么 我才刚来 喘什么气 再喘气就来不及了 我不要去 快 我 我 我 你就是美丽的妹妹吧 我 我 我我我我 汪什么呀 你又不是小狗 你一点礼貌都没有 看得出来 你和你姐姐感情一定很好 阿姨真的要好好谢谢你 把美丽当做自己的姐姐 你 天哪 陆雪竟然自设是我的阿姨 阿姨 这一定是真人秀节目 在哪儿摄像机在哪儿 阿姨啊 在哪儿 你把我拍丑了在哪儿 你把我拍丑了在哪儿 哪有什么真人秀节目啊 你想当明星当蹭了 那我不信 爸跟姐为什么会认识汪璇啊 我 我还是 你们又有事情瞒着我 每次都这样 家里有什么事情 我都是最后一个知道的 就像上次姐夫是妈的亲生女儿 在哪儿摄像 行了都别说了 我告诉你 汪璇 就是你姐姐的亲生母亲 亲生母亲 来 天哪 我头要晕了姐 你怎么不告诉我啊 行了行了 不要再说 这种事还要告诉你啊 当然要关注我了 你是小孩子不要知道那么多 姐姐跟我大人说就行了 哎呀 你就陪着这小孩子 谁要搞了 病人也需要多休息 美丽 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忙 一定要跟妈说啊 我先回去了 我送你 爸 王选 王选有什么好的 爸 为什么我不是王选的亲生女儿啊 你说被捡来的是不是我 你这忘了回忆的东西 你还说你还说 好了 我开玩笑的嘛 可是姐真的是她的亲生女儿 行啊 少说两句 我告诉你啊 这事 千万不能说出去 说出去 有种大事 为什么 这是好事 为什么不能说啊 不能说就是不能说 好了 知道了 我 见识她的亲生女儿好苦啊 好苦 江美丽请长假 肯定是去医院探望她母亲 不行啊 不行啊 我发信息给她她都不回 是在生我的气吗 我这样骂然出现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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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对啊 我是来表达关心的 她凭什么给我脸色看 她应该要心存感激 谢谢我才是 她还是应该 要继续考虑考虑 我是专程来探问伯母的 她还有什么话好说 没问题啊 为什么要对我说谎 说你过得很好 我不想让你担心 那你就更不能对我隐瞒啊 美丽 我们是母女 不是外人 有什么妈可以帮你的 你千万不要对妈隐瞒 你这样只会让妈更担心 你知道吗 谢谢你来看我妈 谢谢你来看我妈 不过我希望 不会再有下一次 这样我很为难 我一听到你们家 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我就着急想来医院找你 是我欠周全 我答应你 我下次绝对不会 再这么冲动了 好吗 可是你也要答应妈 下次 包括以后 你绝对不要再对我说谎 知道吗 不管怎么样 还是谢谢你 听你说谢谢 妈会心痛 天底下 哪有母女 把谢谢挂在嘴边的 汪璇 跟姜美丽 既要二十年来 你都没有放弃找我 我相信 当初你一定有不得已的苦衷 才会抛下我的 好吗 我已经不怪你了 所以你也不要再自责了好吗 我不所爱我的 你都没想到没有 肴uck涂 谢谢你了 You Major 你知道你的谅解 对我有多争议 会快擦干你的泪处 我愿意陪伴你 应该是我谢谢你才对 医药费的是 幸好有你帮忙 快回病房 好好照顾你养我 我自己走就行了 王小姐 对不起我骗了你 虽然你的女儿 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 但是我相信 她要是知道 这些年来你这么思念她 她一定会原谅你的 江美丽 你怎么在这儿 我想我们要好好聊聊 王璇自称是你吗 那你们两个什么关系 你胡说什么啊 听错了吧 江美丽 你知道我对于声音是很敏感的 我的耳朵是不会出错的 我能确定 听到汪璇说她是你吗 你确定听到都是正确的吗 全世界都知道 她只有徐月灵一个女儿 她怎么可能是我妈啊 换做是你 有一个大明星妈妈的话 还会这里借钱 那里借钱 日下有灵的送快递吗 好 算我错了 可是汪璇出现在这儿 我总没看错吧 她为什么会在这儿 我为什么会帮你妈付医药费 你们两个关系 看来很不一半 我是她的粉丝 她心底好 知道了我的困境 就来见我还借给我钱 这样的答案你满意了吗 没事我就先回去了 江美丽 关总监 算我求求你了好不好 可以不要再跟了吗 我可不想为了你 再也学了你的妈 不好意思 我不是来找你的 不是来看你妈的 好 好 好 关总监 关总监 听说我解释唱得不太顺利 也没有签约 那两万块钱的签约金 签约金的事等伯母醒过来再说 我们欠你的钱 我会还你的 好 江美丽 你仔细听好 你只要乖乖听你姐的话 什么都不要做 也不要忍任何的麻烦就好 当然的是 你就不用管了知道吗 为什么老把我当小孩子呀 这笔钱 我会自己想妈妈赚到的 我会还钱给你的 哼 我的宝宝 一定要 besides 这个 我会还给你的 第一次 要 怎么 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